一女人说 医生 我产后臀部又团肉 产妇生完饱饱 便秘又举痛 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问 怎么了 女人说 我产后五天都没大便 现在屁股有一拖落掉出来 很痛 给她检查 举步直疮水中脱出 检查师还发现了大量分辨 这是直疮脱出导致便秘 便秘导致直疮脱出加重 形成了性循环了呀 我说便秘先解决吧 她突然歇斯底里的抽起到 痛了一天一夜 我是不想再生二胎了 我真的快崩溃了 这是什么夸父聊天 我都接不上她的话 先给她用了一只开塞路 没一会儿就去卫生间拉了 我真没想到拉屎也能把人拉哭了 原来是另有引擎 那臭味直接从客室卫生间溢出来了 比我媳妇做的榴莲顿鸡肉味道还大 大便完后 整个人精神多了 不知道怎么的 她突然哭了 问了才知道原来她家宝宝跟我儿子当时一样 刚出生就得了新生儿肺炎 在主院治疗 生完宝宝后她基本没看到孩子 怪不得心情这么糟 随后一位丈夫一句话她又哭了 她老公问 拉完饿了吧 我去买点饭 女人突然大哭起来 喊 我都说了我要吃面 你根本就不上心 就生这一个 以后求我也不生了 我和她老公都懵了 赶紧交代她老公多注意产妇情绪变化 我万万没想到这事还能有反转 一年后 女人和老公又来门诊 说 医生 我要把痴疮做了 我们想要被二胎了 原来当妈妈后 真的很快就会遗忘分娩痛